来 小静啊 肚子闷脏 闷脏的时候呢 可能的原因是晚上睡前吃东西 造成肚子闷脏 来怎么按呢 按这个股 肋骨 肋骨最下缘 这里是肋骨的最下缘 肋骨最下缘呢 从肚子中心就是这里 倾锅这里 这样按过来这个最下缘 然后稍微要稍微高一滴滴 好 来这里痛吗 这里痛吗 好 总之就是肋骨最下缘 再稍微高一滴滴的地方 去找 找到痛的地方 相当痛 相当痛呢 不是先按这里 是再继续的 绕一圈 绕一圈呢 就绕到后面去了 后面去了 然后后面去呢 从后面按过来 一样肋骨最下缘 往上一滴滴 去找最痛的地方 然后呢 从这里开始按 因为这里按呢 开始会舒服 如果你从前面按呢 会很痛 痛得到很烦 很痛 超级痛 从这里按的话呢 会也是痛 但是会舒服痛 接近肋骨 再过来一点 肋骨最下缘 往上找 从这里开始按 按了以后呢 按了差不多 20秒 30秒 然后再往 往移过来 好 那就 看左边痛还是右边痛 两边都要按 如果是 左边打痛 那就从左边多按 右边大痛就 右边多按 要看 不都不一定 从这两边都要按 然后再按过来 倒一圈就对了 倒一圈 肋骨最下缘 再往上 一滴滴的地方 还有呢 这个里面最大的特别 是什么呢 指头按 效果不是最大 用什么按呢 用这个 这里 就是实质 中质 小质 无影子的 这三关节的 第二关节 这里 第二关节 好 这样按 常常是这样效果很好 好 对 你看这一点 这一点什么 肋骨最下缘在这里 可是这一点呢 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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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的话 总是从后面按过来 最有效 后面肌脊骨 从后面这样 这样按过来 效果大 那刚才按了以后 小肌好了八成 那结果是按了以后呢 整个胃筋都很酸 酸 酸表示什么呢 不 缺气 气不足 气不足呢 如果用摸的 好像有效 可是效果低 怎么样呢 就是不要 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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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摸 那这样下去以后呢 要上来 上来 这个是胃筋 胃筋要这样下去 不是摸喔 是离空 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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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那上来的时候 从后背 后背就是属于阴筋 阴筋 从后面 从后面这样上来 下去的时候 离空 这是属于喔 下去 然后到脚底之后呢 上来 上来呢 就是什么 从后 从后面跟下面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后面呢 后面 后面 后面就是这里 这里的 离空 这样子 这样子 做了几次以后呢 超级舒服 然后呢 因为它就是缺气 所以才会 变成这个 这个 这个 肚子闷脏 就是它这样做以后呢 第一它是放屁 因为表示能够运转运行的放屁 第二个呢 好转八成 这样一 补气之后呢 很快的好转八成 表示什么 它是缺气造成的 能量不足造成的 也就是呢 胃肠那里不能运转运行 是因为缺 能量 那个能量 量 就是属于量子能的能量 不是属于什么 卡路里的那个量 不是 就属于量子能的能量 好 就是这样 补气 两边都要 左右腿都要 越酸的越要 那酸的超级厉害 会什么 会脚会抖 脚会抖 一样 就是要补气 好 讲完